有的沒有架 再等一下下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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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進黨他們定用整個國會 他們的優勢就是人多 然後每個案子都是依照他們的進度來表決通過 但是在野黨 我們當然是現階段是最大的在野黨 我們有正式的一些文給立法院 就是有一些比較真理性的這些法案 一定我們強烈的要求要做一些協商 但是我們聞到立法院 結果蘇家學院長就等於是好像沒有看到一樣 所以說像這些問題 甚至於還把很多這個本來要除外來處理的 他一次來包括 包括上次的一式不二一等等 尤其這次的軍港 我們看到的他連計算報告都沒有出來 然後草率粗糙的就是硬是要用那種 這個坦克式的那種 坦克車輾過的那種模式繼續操作 那我想我們身為最大的在野黨 當然我們就是一定啊 就是應用我們一式的攻防 甚至於啊這個飛哥 我想這也是在野黨唯一啊 只剩下的武器 那有關於這一次 這個證券交易 稅條例啊 第二條 第二項的修正案 我們提呼籲 主要就是要凸顯 整個民進黨他的執政啊 可以說是為所欲為啊 其實這個 這一次 這個交易稅的當中 這個檢辦 這個時間 這個延長 我想這個部分啊 因為民進黨我們都知道在財委會裡面啊 他們也有招委 那趙偉啊 其實他今年 他針對這個案子要處理過程當中 他也是有一些疑義 他認為說 這個案子啊 他認為有問題 所以說 這個才盪那麼多的時間 那你今天 民進黨 你不能把所有的責任都 怪給我們最大的在野黨 而且我們提呼籲 主要就是要 吐血問題 讓很多的人民知道 因為我們要求的 很卑微 你像軍改裡面 我們要求多幾場空津會 甚至你精算報告也沒有出來 那為什麼你一一孤行 虧得這樣做不可 所以說 我們才要求要召開朝野行商 但是啊 這個蘇嘉全 其實喔 你看那天 我們在院會裡面 他的表現 他幾乎 沒有維持一個議長的中立 所以說 那邊又推楊政武 甚至於 也對 另外 總總的作為 我們看到的 是 可以說 從 我們有國會到現在為止 從來沒有 這樣的一個國會議長 所以說 我們 對這些 我們就提出總統的質疑 我們希望 就是 民進黨 蘇嘉全院長 你要 召開朝野協商 針對有一些重大爭議的這些問題 大家把它理清 把它說清楚 講明白 讓在野黨 大家能夠 有共識 我想 整個議事的進行 會更順暢 謝謝 好 後續我來針對於 這段時間以來 整個國民黨要求 整個議事的操作 包括朝野協商的溝通 透過今天的記者會 再一次的強調說明 民進黨成為國會的多數之後 所有的議案法案 都完全必須按照民進黨的時間表 照表抄課 以軍改的議題來講 國民黨從2月20號 提出多次的朝野協商 在程序委員會 我們也提出來從2月27號 4月20 4月24 上個星期 大家都可以看到 粗暴的 通過一審之後 包括應該保持議事中立的 蘇嘉全院長 不僅沒有站在中立的立場 還推我們國民黨的兩位委員 包括楊正文委員 後續也導致許一仁委員 被推倒頭部重傷 這整件事情在結束之後 國民黨立即提出 希望針對於軍改的程序問題 我們要求後續程序的處理 我們要求朝野協商 從上個星期五 我們當天壓下的時間是 在星期三 也就在今天之前 我們希望有一次 朝野協商的機會 到昨天下午為止 蘇嘉全院長 包括林茨嘉秘書長 沒有一通電話 甚至召開朝野協商的誠意都沒有 昨天下午我們再度的提出 在五點之前我們再一次提出 我們希望針對於軍改處理的程序 召開朝野協商 再次發出第二 烈封公文出去 到今天維持到此時此刻 我們仍舊等不到民進黨的回應 朝野協商可以沒有共識 但是請問身為立法院的大家長 應該是兼顧於議事處理如何順暢 朝野黨派的聲音如何去做協調 蘇院長應該站在中立的位置 但是怎麼可以針對於在野黨發出的 朝野協商通知 置之不理 到現在為止 只要民進黨在目的法案 蘇嘉全院長配合照表抄課 時間一定要照著民進黨的時辰來走 所以昨天國民黨按照議事規則 我們可以提出故意的 我們昨天提出四個案子的故意 副院提出也提醒執政黨要跟國民黨來去做溝通 但是非常遺憾的到現在為止 我仍舊等不到民進黨團跟蘇嘉全院長有任何善意的溝通 包括要召開朝野協商的這個跡象完全沒有 我必須要提醒民進黨 但此時時刻我們當然清楚 當充降稅也是很多人關注的 但是如果當充降稅這個案子的修正 在2月1號行政院已經把它列為優先法案 請問現在4月將近下旬的時間 民進黨的招委為什麼不提早排案 拜託民進黨的立委在這個案子審查過程當中 發言大家都有諸多的意見 如果民進黨對於行政院的法案 真的覺得這麼重要的話 那就應該在法案的程序跟進度上多用一點心 這個案子上個星期 國民黨也因為朝野協商不滿一個月 我也同意讓他開始進行三組 昨天的故意案 國民黨提出合理的非格 我們也期望國民黨提出了整個在軍改程序上中 我們要的只是一個星期一場的公聽會 我們非常遺憾的是民進黨沒有任何的回應 包括身為立法院的大家長 應該站在中立立場的蘇嘉全院長 也不著急朝野協商 連林志佳秘書長一通電話也沒有 那當然在野黨就會善用我們應該有的議事規則的方式 來去表達我們對於民進黨 以及我們現在完全配合民進黨演出的 不是國會中立的蘇嘉全院長 我們當然就會表達我們應該提出的議事工法 那在此時時刻我還是再一次的提醒民進黨 如果法案真的重要的話 請民進黨在法案的進度上多用一點心 這個案子其實二月一號已經列入行政院的優先法案 民進黨為什麼到四月初才開始審議 第二我們也提醒蘇嘉全院長 你不僅是民進黨的立法院院長 你也是在這個國會當中 應該保持議事中立的國會的大家長 在議事的處理上 你應該兼顧在野黨的聲音 但是我非常遺憾的是 國民黨從上個星期到昨天為止 提出的兩次朝野協商通知 蘇嘉全院長完全置之不理 連林志嘉秘書長一通電話都沒有 我再次強調朝野協商或許可以沒有共識 但是如果連在野黨提出一個合理的 要召開朝野協商的通知都沒有人理會的話 那當然民進黨自己要對於後續法案的拖延 民進黨自己要負擔最大的責任 以上是我們對於昨天 國民黨在整個議事的操作上 我們提出不一樣 我們提出的說明 他還有什麼問題 好 謝謝 謝謝